另外,黎智英和八個民主派人士 就前年參與及組織未經批准的民陣遊行 今早繼續在西九龍法院聆訊 庭上控方繼續宣讀看案陳詞 預計稍後會播放當日遊行的程唐新聞片段 以及傳召一個警司出庭作供 而案中被告歐樂軒和梁耀忠早前已認罪 現在是保釋等候判刑 其餘七個被告否認兩項控罪 案情指,前年8月18日 黎智英和八個民主派人士 明知而參與及組織未經批准非法集結